習近平家族和鄧小平家族 職員太深 近日中央巡視組已經進駐鄧家掌控的中信集團 鄧家會不會有大麻煩? 北京四周圍修建柏林牆 實行全境封閉 被報道15個中央巡視組已經進駐34間經濟工作部門和金融單位 包括中信集團 將會對這些部門和單位展開巡視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孫鄧卓蒂在中信集團任職的消息也被曝光 分析認為在巡視的敏感時刻釋放鄧卓蒂任職中信的消息 說明習近平已經將內鬥的矛頭指向鄧小平等元老家族 中央巡視組將會在被巡視的單位工作3個月左右 主要受理相關單位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違法亂紀等方面的問題 中信集團的前身是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是由鄧小平批准榮藝人創辦 長期以來中信集團一直都是太子黨的集結地 1978年鄧小平掌握中共實際領導權之後 第二年榮藝人創辦了中國國際信託公司 30多年來鄧小平等家族的子女 通過中信及其名目凡多的子公司孫公司獲取了巨額利益 鄧卓蒂1985年出生是鄧小平第二個兒子鄧側方之子 是鄧小平唯一的孫 鄧卓蒂目前擔任中信財務有限公司監視 中信財務是中信集團的子公司 總部位於北京在2012年成立 鄧卓蒂的國籍有一陣子受非議 外界認為他是美國公民 但是鄧家說他是中國公民 鄧小平曾經公開說過 誰說我的孫子是美國公民 他回到中國就是中國公民 鄧小平第三個女兒鄧勇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鄧卓蒂確實在美國出生 不過出生之後 馬上向中國大使館申請護照 暗暗門員就被父母帶回中國 2007年鄧卓蒂由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後 曾經在美國杜克大學留學 獲得法學諧事學位 在紐約華爾街的一間律師事務所 工作過一段時間 《文報》曾披露 2011年鄧卓蒂曾經因為騷擾女留學生 而被美國警方拘留 被逼由律師事務所辭職 鄧卓蒂回國之後 2013年5月被安排去鄧小平曾發動白色暴動的廣西白色市 擔任蘋果園副院長 鄧家衛、鄧卓蒂安排的試圖 援襲了習近平模式 先在地方上任員官 再折折高升 2016年3月 鄧卓蒂兼任蘋果園委副書記 4個月後的7月20日 鄧卓蒂在蘋果園換屆時 鄧家的處境愈來愈不妙 因此安排鄧卓蒂超然離開官場 由廣西回到北京之後 鄧卓蒂幾乎笑聲匿跡 2017年打喉 鄧卓蒂在北京只公開露面過兩次 都與北京橋牌賽局有關 因為他擔任北京市橋牌協會理事 鄧小平和習近平家族有三代恩怨 習近平父親習仲勳 多次被鄧小平政治暗算 鄧小平在1956年 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一中傳媒 出任中共總書記之後 他首先拿習仲勳開刀 將西北幹部 特別是陝西籍的幹部 幾乎全部整塌 習仲勳接受審查 任反黨罪名被關押、遊街、批鬥和監管 暢達16年這麼久 文革結束之後 葉劍英、華國鋒和胡耀邦 都堅決支持幫習仲勳平反 不過鄧小平和陳雲堅決抵制 直至1980年 中共中央才發通知給習仲勳平反 1989年爆發六四愛國學生運動之後 據悉習仲勳同情學生的民主訴求 強烈反對中共出兵鎮壓學生 中共鎮壓六四學生運動之後 習仲勳也很快失去權力 1990年 鄧小平落寧叫習仲勳提前離職去南方休養 習仲勳實際上是被貶出北京、流放去外地 習家和鄧家的父輩有恩怨 第二代恩怨是習近平和鄧朴方之間 1980年代 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創立了殘責人基金會和康華公司 任職的全部是高官子弟 任職的全部是高官子弟 任職都看好紅二代拿批條的辦事能力 和免稅特權 康華成為中國最早最大的官賭公司 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的 杜火索之一就是反官島 當時盛傳鄧朴方的康華公司首當其衝 習近平不是鄧朴方紅二代圈子裡面的人 在太子黨到洛海經商的時候 習近平在習仲勳的安排之下走入從政之路 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是改革開放政策 而習近平大權在握之後強調習一尊核心逐漸探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否定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戰略 鄧小平留下的另一政治遺產是取消領導終身制 也被習近平廢除 習近平的舉措令很多紅二代反感 也令鄧家的後人非常不滿 終於鄧朴方找到了一個敲打習近平的機會 2018年9月在殘聯的七大閉幕會 鄧朴方發表講話 說鄧小平提倡的改革已經不可逆轉 應該持續行這條路一百年不變 他還告誡我們一定要有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保持清醒的頭腦 知道自己的份量不妄自尊大 鄧朴方的講話一出 馬上在海外引起巨大震動 上年9月在中共殘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中紀委前夫書記楊曉道接替鄧朴方 任殘聯名譽主席 已經79歲的鄧朴方 推出他掌控三十多年的殘聯 時政評論員岳山曾經讚文表示 鄧朴方這次退出殘聯 表面上來看是因為年齡或健康問題 實際上是習近平的第三任期 不容有危及其權威的因素 岳山認為 這次習近平被楊曉道來做殘聯名譽主席 主要就是提防鄧家 也是防止有人再利用鄧朴方 舉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招牌以鄧壓習 習派有反復背景的楊曉道來鎮住鄧朴方 敢形同在鄧朴方離場之後再加一把鎖 習鄧兩家還有第三代恩怨 鄧小平的外宣女婿 安邦的董事長吳小暉 因習之詐騙罪和職務侵佔罪 被判處十八年徒刑 判得非常之重 同時還沒收吳小暉的資產 高達857億人民幣 創中共法院罰款金額歷史新高 習近平重判吳小暉 相當不給面鄧家 也是兩家職員太深的緣故 現在中央巡視組已經盡注中信集團 習近平是不是又要拿鄧卓棣開刀? 鄧家會不會有大麻煩? 讓我們拭目以待 近日網傳影片顯示 北京周圍修建了一道大鐵絲網的圍牆 將北京和周邊省份隔開 有網友說 習近平的恐懼已經走火人魔 經常感覺不安全 看來他將全國人民都當作為敵人 4月27日前媒體人趙蘭健在X平台發布一段影片 網友在現場實拍北京和河北邊界的外圍防線 場上的警示牌寫著 破壞損害外圍防線者要按照原價十倍賠償 網友在影片中說 這場場不是監獄 不是拍臨場 也不是過境線 它是北京大興和河北狼方之間的省界 由鐵絲網金屬板和刺網構成 非常堅固 完美實現了北京和河北之間的物理隔離 村和村之間的道路 鄉和鄉之間的道路 通通都被撤斷 只是留下幾條主要的公路 被河北人民進入北京 還在路口設置進京檢查站 每天在進京檢查站都排了長龍 一個當地的協警大哥告知網友 北京圍網組就有 舊的已經拆了 這個是剛剛伸門的 去北京要通過檢查站 你不能由其他地方進去 一位當地的村民 已告知網友 為網疫情之前沒有 疫情之後圍上去 原先還有一層鐵欄杆 疫情完了也不切 不止不切 現在還有人看實 趙蘭健發文說 北京全境被封閉攔截 權貴將河北人當作刁民 新的柏林牆正在分裂中國 河北和北京都花了大量的錢 見此為難 安裝攝像頭 派出村棍部24小時看著 中國政府把大量的錢 用來監視和監管人民 河北人成為北京權貴眼中的 流民劫匪盜賊 中國普通人民沒有自由 由一個城市前往另一個城市 恐怕以後還需要簽證 有網友議論說 習近平是在防兵變 他將全國人民都當成為敵人 也有人說 這個不是柏林牆 聖似柏林牆 中共國就繼續修建柏林牆 將中國分成很多小國 這樣更好 也有網友說 北京是否準備獨立 支持中國國省獨立建國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少汗風聞》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